Hello,大家好,我是萝卜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机关花 我这个机关花开花已经一个多月了 一直没有拍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机关花实在是非常的丑 这个就是我的机关花 这个盆子是15厘米的盆 我也没有想到我的机关花居然是这么的小 所以我选择把两颗种在一个盆子里 要知道它这么小 我这四颗种在一个盆子里就够了 这个是我的指甲 大家看看它真的非常的小 这个高度的话连10厘米都不到 还是算了这个最长的这个都不到10厘米 这三朵都是黄色的 这个是我用种子拨出来的 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入种子坑 真的是一个深坑 我去年花了年底的时候花了快 200多块钱买了一堆种子 拨出来这么一堆你看有的已经收盆了 这些呢 也不知道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也还没有开花 然后这个油加利 油加利我买了两份种子也要好几块钱了 就这一颗长得还算可以 其他你看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要收盆的 装的太失败了 这个机关花让我啊有一种想去别人家去挖几颗那些大的机关花的冲动啊 因为我们机关花一般是在下秋之交秋季的时候开花的 那个开花呀特别大一朵 非常的艳丽 像黄色的呀 红色的呀 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机关花呢还是一种中药材 大家有没有吃过机关花煮鸡蛋 我反正没吃过 但是有这么一道菜 吃过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看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的东西 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